虽然空气显卡RTX3060的又一次发售 其拉胯的性能和昂贵的价格 让不少玩家纷纷全退 这也使其甜品卡的定位变得苦涩了起来 而与RTX3060处于同一定位的RTX6700XT 自然成为了大家期待的目标 关于最新的情况来看 RTX6700XT也即将于3月4日正式公布 那么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最新的情况吧 本以为RTX3060会延续历代60系的传统 凭借其真相的价格和宝购的性能优势 成为玩家们迟到的新年礼物 可谁能想到性能只有RTX2060SUPER水准的3060 其市场价格却在6000元以上 不得不说这确实让人想不起来 而作为AMD RDN2家族的新卡 RTX6700系列自然是面向更加主流的游戏玩家 更进此前在MacOS中泄露的消息来看 RTX6700系列将会有两个型号 分别为RTX6700和RTX6700XT 其中RTX6700XT将会用Navi22XT核心打造 采用双风扇设计 预计会有40组计算单元 2560个流处理器 整卡功耗约为186W到211W 而从上个月EEC透露了6款技嘉RTX6700XT新显卡来看 其显存规格将会是192bit的12GB GDDR6显存 除此之外在性能方面 根据推特用户的透露 RTX6700XT是以RK1440P为基准的 并且也会支持Infinity Cache技术 以此获得免费的3A加成 至于RTX6700 它将会由英格版的Navi22XL核心打造 预计会用36组计算单元 2304个流处理器 整卡功耗约为146W到156W 而在显存方面 目前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据Videcast介绍 RTX6700将会搭载 未宽192bit的6GB GDDR6显存 由于对标RTX3060 6GB版本 但让人遗憾的是 此前告知的RTX6700与RTX6700XT 一同公布的计划 现已被AMD取消 而RTX6700将会延期并单独推出 与此同时RTX6700XT 也已经被证实 将会拥有默频和超频两个版本 其中默频功耗为189W 而超频功耗将为230W 但平均性能都会比上代产品RTX5700XT 快20%到25% 关于RTX6700XT的具体性能如何 从目前泄露出的数据来看 答应RTX3060 12GB版本 应该是不在话下 有可能还会与RTX3060 它完全拼提拼作 而在价格方面 预计也将会是2499元起 至于12GB的显存 是否与3060一样毫无用处 这就得等正式公布后才知道了 最后为了保证有热度可循 华硕也提前曝光了 私家三款型号的RTX6700XT新显卡 并将会在AMD公布之时 也就在3月4日凌晨1点的新品发布会后 一并推出 届时超级客也会同步转播介绍 记得点个关注可以一起看哦 至于大家所关心的RTX3060 为什么如此拉胯 近期超级客也会推出相关的深度测评视频 以此来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 感谢你的小伙伴们帮你点个关注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y强 我们下期再见